想要入手高價的精品包包 透過網路購買 那麼除了是品牌官方的平台之外 其他管道或是散戶代購 確實都會有存在一定程度的風險 而雖然有的標榜說 它是歐洲連線的海外代購 有的宣稱說是二手價 但只要它的價格遠低於行情 這背後可能都有問題存在 不過至於要如何辨別真跟假呢 重了關鍵 專家表示說 你光是第一時間 包包的氣味 還有細部縫線到五金配件 都能夠初步判斷 又是方形又是圓筒 各種款式超多樣 從愛馬仕香料LV 到Dior Selene 尤以北 儘管各個要價 Buffet還是吸引許多人購買 不怕買貴 就怕買到假貨 關鍵字一艘商品 琳琅滿目 價格從一兩千 到幾十萬都有 有的標榜 歐洲連線海外代購 甚至寫上二手 但真的就能相信嗎 所以如果太不合理的價格 其實就真的是很可疑 比較知名的大品牌 像愛馬仕跟Chanel 是不太可能會下到一則兩則的 對那如果是品牌比較新的 而且是熱門的牌子的話 甚至可能是還會蠻接近原價的 就算是代購也得從中賺取 利潤價格誇張便宜 就得小心是有蹊跷 就算有名人背書 實際問問專家 也有小PayPal簡單初步判斷 如果說包包的話 你從盒子裡面拿出來 會有一個很重的塑膠味 那個通常都是膠水的味道 對如果有那個塑膠味的話 基本上在精品上面 是不太可能的 防線的話 在國際精品上面 幾乎都是斜縫 不太會是平縫這樣子 每一根線都會斜斜的那樣 除了基本的品牌字體 是否正確一字 包包的五金也是關鍵所在 如果大面積的話 可以檢查是否平滑 有沒有打磨的拉斯文 但就算號稱是原購包 也有記號可辨認 原購包包裡面都會有一點記號 例如說他會在logo上面打一個點 或是他可能會把某一個 某一個地方的皮塊 截掉一角等等的 所以其實還是有機可選的 實際真假 還是得請教專業鑑定 都說是奢侈品價格 勢必不親民 魔鬼藏在細節裡 別一時貪小便宜 反倒買到假貨 成了原大頭 記者黃教育 吳振宇 怎麼到